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日元的汇率市场就出现了大量的变化 这将会使得全球的出口市场都将竞相贬值 来竞争彼此之间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那么对德国的威胁可能是来得更高的 另外一个部分是这一次大选的整体而言 虽然自民党所得到的席次是43%相当的高 但是按照比例代表他最终得到的席次高达79% 他几乎拿到了80%的席次 总共是294席 加上他的有党是公民党 是以佛教团体为主的公民党合起来 他们在国会取得的不只是绝对多数 还是超级多数 所以将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多数党的一个内阁 那另外呢在关于整体大家很担心的 到底安倍晋三以后的路线 他上台之后的路线 目前显示出来日本众议院里头 有八成的人赞成日本应该要拥有集体自卫权 日本即将进行修宪的赞成度更高达了九成 换句话说二次大战之后 日本由于是战败国所定的和平宪法 很可能在安倍晋三上台 整个日本社会往右倾的气氛之下 正式进行修宪 而那一套和平宪法也即将落幕 日本在12月16日举行第46届众议院选举 当在野党当了三年三个月的自民党 没有意外即将回锅执政 只是他南瓜的席次实在太惊远 看过卡通中吃了菠菜鸡肉 一个变两块大的大力水手吧 自民党的席次也像 Popeye的二头鸡Shield 就从选前的118席 报称成294席 只有44名参选人落选 自民党夸张地压倒性胜利 自然把执政民主党压得抬不起头来 上回政党轮替时夺下308席的民主党 放置保住57席 缩水幅度就像把纯羊毛衣 丢进洗衣机搅拌脱水还烘干一般 胜不到选前的四分之一 现任阁员更有多达八位重箭落马 连由已故首相老爸辟印也无法倖免 叶田家宴下台一举功 12月26日下周三 特别国会将进行首相指名选举 自民党党会安倍等着二度当首相 自民党在小选举区的得票率并未过半 安倍晋三得意之余也很清楚 三年前才被人民唾弃的自民党 并未重拾人民全然的信任 所以这次自民党压倒性胜利 只是选民消极表达对民主党的惩罚 投票率创下战口最低纪录 独卖新闻更报道 废票多达11万张 民众苦口婆心告诫自民党别再违背民意 而NHK的出口民调显示 49%的受访选民最关心仅器与就业问题 而这些选民有35%投给了自民党 因为他们认为自民党所提出的政见 能够改变日本疲辱不振的经济情况 旧经济摆脱通货紧缩 安倍想到的对策 就是跟美国一样大量印钞票 还以众院压倒信息次的优势 逼迫与他意见相左的日本央行 将通货膨胀目标定在2% 在安倍以不惜修改央行法的胁迫下 现行政策走稳健路线的日本央行 20日扩大宽松货币 将资产收购基金加码10兆日元 使得整体规模增加到了101兆日元 基准利率则维持在0月1不变 日盈更承诺明年1月将评估 目前1%的近期通膨目标 安倍喊出的印钞票政策 确实让日元连日下跌 东京股市还出现了安倍行情 但是安倍印钞救市的政策 能否真正代理日本走出低迷 前IMF日本代表理事小手川大柱 接受大陆新浪财经独家专访时 唱C说安倍提出的方案 不会有什么效果 靠货币宽松刺激经济 是行不通的死路 有一点可以确定 安倍回国之后面临的是 内政与外交都更加险峻的情势 安倍一当选就赶紧确认与公民党联合执政 目的是要集中在国会的火力 两党众院席次超过三分之二 即使提出的法案在参院遭到否决 还是能够在众院轻易的起死回生 这对安倍内政上计划建立稳定的新内阁 确实是一项利多 然而外交上他又该如何修补与壮韩交恶的关系 一手挑起钓鱼台主权争端的 联手大阪市长桥下撤的日本维新会 席次更同时一席 飙升为五十四席 你当选马上暗示修宪扩大军权 而安倍这一方也一改两千零六年 上任就出访中国 修补因为小泉纯一郎参拜晋国神社 弄僵调的中英关系 表示一月底要去美国见欧巴马 强化美日同盟 这右勤的日本似乎很难回得去了